拍摄工作有许多不同的做法 我们上一部影片认识了主镜头拍摄法 如还没有看过可以点资讯卡就可以前往了 今天我们介绍另一种工作方法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镜到底的拍摄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片 我们在你身上 有大犯罪的证据 你是乖乖的认罪吧 不是我 那车上怎么过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他妈的也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作为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 好 你最硬 我现在友好 我还不知道 你最后一会儿 其实呢 你只知道你是冤枉 你最后一会儿 你最后一会儿 它这么远 你最后一会儿 你去付出一點代價 這話什麼意思 這些東西 都是我安排的 他們可以讓你 有罪 那同時 我母親 你知道你做了什麼嗎 知道 知道 這房間奇察是 我是警政署的監察 你調查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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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影片 我們發現 這和主鏡頭拍攝法中的主鏡頭很像 但他們仍有許多的差別 並不是相同的工作模式 一鏡到底的拍攝法 計畫是拍攝完成 就等於這個影片完成 因此 他需要演員的排練外 例如攝影部門也是排演的一員 而在更複雜的影片中 如美國電影鳥人 場面調度的人力、物力下 排演也會更複雜 所以工作時間及表演時間則會更久 這就和單元一的主鏡頭拍攝法的工作方式很不相同 主鏡頭拍攝法是為了加速拍攝工作 為了效率 因此通常排演是較單純的演員工作 是為了剪接而準備 然而一鏡到底 有時是為了要建立真實的時間感受 有時是為了製造奇觀等等的目的 因此剪接不是他考量的重點 而是一個精彩完整的演出調度 演員的鏡頭時間則被完整保留下來 因此每一個細節都要花時間 排演和確認 最後我們補充一下鏡頭時間和景別的關係 一般來說較寬的景別 例如前景表演的時間會比較長 這是因為景況內的資訊量多 或演員的移動距離較長 而較窄的景點 例如特寫表演時間則較短 因為資訊被放大且聚焦了 因此鏡頭表演的時間 會因為拍攝工作方式的不同 或是景別的不同 同樣的戲會有許多不同的演出時間 以上我們更深入地認識鏡頭時間與演員表演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或到我們的影像學院 會有更多的訊息及內容 你就知道囉